第七十九章 父亲成宗主了 没想到青丰山分宗中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是啊 青丰山分宗那么偏僻的地方 很少出现什么太厉害的高手 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级别的高手 则则 现在看来有热闹看了 他们的核心弟子被人三两下收拾的犹如丧家之犬一般 少阳分宗的人焉能善罢甘休 是啊 听说这次少阳分宗也出了一个势力强劲的天才 居然有接近几个种子弟子的实力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叫温世阳 对 就是那个温世阳除了那几个种子弟子之外 他也算是排得上号的了 则则 没想到青丰山分宗中还是有人物的 嘿嘿 他什么实力 到时候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我才不信他会不去测试石碑那边试试实力呢 到时候实力如何岂不是一目了然 见着少阳分宗的人离去 叶熙文也没有多坐停留 进了内院之后 这才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被这些混蛋欺上门 张扬看了看叶熙文 眼神中有一些复杂 叶熙文变得更加强大了 如果说之前 张扬还能说看得出来一些叶熙文的境界的话 那么他现在是完全都看不出叶熙文的境界了 原本叶熙文虽然战力超群 并且还斩杀过一个先天高手 但是境界却也还只是后天九重的境界罢了 他还说得上能看穿 但是现在的叶熙文真气已经转化了一半 境界也超过了 只转化了一成真气的张扬 达到了先天一重的巅峰 而战斗力更是高到他都难以估测的地步了 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恐怕也不会相信 居然真的有人能做到的吧 在几个月前 他也听叶峰提过这个弟弟 才不过是一个后天三重境界的舞者罢了 根本联合他们这些核心弟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仅仅只有短短几个月 这一切都被改变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作为清风山分宗的弟子 叶西文越强 他们清风山分宗自然就越荣耀 少阳分宗的那些人和我们不对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每一次都来找麻烦 这次借口他们能人比较多 就要占据我们的地方 真是岂有此理 张阳有些气愤的说道 这明显就是少阳分宗的托词 这座山峰这么大 而他们这些份分宗弟子加起来 连五百个人都没有 怎么可能住不下 无非就是找个由头来找事罢了 之前我不在 你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和他们起了争执 然后被他们打伤的 张阳解释说道 他们还有别人 叶西文问道 是的 如果光是内祸城的话 你哥哥也已经转化了两成的先天真气 虽然还不如祸城 但是也不远了 自保也有余 真正动手的还是少阳分宗这次的第一高手 叫温世阳的 已经是先天二重的高手 你哥就是被他打成重伤的 险些又被祸城那小人废了武功 我回来的时候 温世阳已经走了 这才就回了你哥哥 张阳将事情娓娓道来 什么 叶西文不知道叶峰还差点被人废了的事情 否则的话 直接一脚废了那个祸城 岂容他这么轻松的走掉 不过叶峰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转化了两成先天真气 确实非常了得 这才三个月的时间 非但突破到先天境界 甚至还转化成了两成的先天真气 天资绝佳 不逊色于那些顶尖的弟子 只不过清风山一脉比较晚发下先天丹 不像其他的分宗 这次试下了血本的要培养出一些天才 往年说起来 偶尔冒出个别先天高手就已经拔尖了 但是在今年 先天高手都算不上是拔尖 等到清风山一脉打探到消息的时候 其他分宗的弟子都已经晋升先天好几年的时间了 如果换了同时间晋升的话 以叶峰表现出来的天资 恐怕连先天二重都早就突破了 不过也无妨 在总宗丰佩的资源的倾斜下 这几年的优势算不得什么 无非就是在败入总宗的时候 嚣张一些罢了 是天才的 出人头地是肯定的 叶西文听到叶峰被人打伤 还差点被人废了武功的事情 顿时怒发冲冠 某种意义上来说 废人武功比杀了他还狠辣 邵阳分宗欺人太甚 这次跟团过来的长老是谁 怎么这个时候不在 叶西文问道 一般来说 这些分宗弟子过来 肯定不会是单独过来的 都会派宗内的长老及人物过来的 一来保护他们不会在路上出事 二来也是保护他们在总宗内不受欺负 不要以为那些内门甚至是核心弟子都是好说话的人 一个不小心都会吃亏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哭都找不到人哭去 三来也是为这些弟子拉关系 尽量安排到一些实力强劲的高手的门下 虽然到底败入哪一脉 得看入门考核的情况 但是这些人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用的 总宗之中也有很多都是从分宗走出来的高层 这些人就是这些分宗最大的靠山 这次跟团过来的是宗主大人 张扬说道 怎么会是宗主大人 叶西文奇怪的问道 怎么这次会是宗主亲自护送 还不至于吧 一般宗主都是要亲自坐镇 分宗轻易不能离开的 也是 你走得早 所以你不知道 宗主大人已经卸任了 现在我们青丰山分宗那边的宗主大人 就是你的父亲 张扬说道 什么 叶西文惊道 他才离开这么两个月 居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父亲居然成了宗主 虽然叶空明原本就是长老 但是长老和宗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分宗的宗主 在待遇上 甚至堪比真传弟子 而长老就差老远了 在一个月前 宗主大人就卸任了 这次根团来总宗也是数值 张扬解释说道 那现在宗主去哪里了 叶西文问道 现在宗主会里面的宗主 这次页 诚务